郭嘉雯跟詠欣 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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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公多話了 其實是不容易的 面對有很多挑戰 如何才能做到這樣 有甚麼挑戰 有沒有人可以言 有甚麼挑戰 你聽完之後 叫你去做,你覺得會怎樣? 其實呢 不僅僅說這三年 其實是一個很不同的方法 跟我們一開始說,是平常的 你問他拿資訊 他就丟掉了 如數嘉珍,丟掉了給你 那你就慢慢來做報告 現在這個方法就不同了 因為你要定了 究竟我想說些什麼 就變成了 挑戰有很多種 首先就是一個心意 很多同事就會想 你這樣做 我不是要做多很多事情? 你現在要拿這些資料 變成最初的時候 會有一些抗拒 會說 未必可以做到 就算可以做到 都可能要明年才做到 現在還不行 那就是 你是要怎樣去說服他們 有一個can do的mindset 才可以合作 跟你去搜集一些 比較holistic的 data 另外 就算他肯幫你搜集一些 data 都會用什麼basis去計算 那些 data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這樣計算 我這樣計算 我會顯示我 我的performance 好些 我用我這個basis去計算 但可能finance的同事 又收到一條數塊 咦?不行啊 這個business group A 這樣計算 這個business group B 這樣計算 不行 consistent 所以呢 也都是要大家去磨合的 還有呢 有些呢 就是 說夠夠的 不要說那麼多 就是 是minimumum的 就足夠了 那你也都是要令到他們去明白 是 我們的standard 其實是 always beyond 那個minimum requirement 的 在operational那方面 也都是有一些的challenge 的 譬如說 一般的同事 做開business as usual 麻煩你不要搞那麼多 而你令到他重新去想 他要迎合 你說想這樣去披露法 他分分鐘要改過 他整個operation 做事的方法 他因爲如果不改的話 他會採取不到那些data 那些information 讓你去disclose 那這些呢 就是要他們合作 去怎樣去改那個operation 那這些呢 也都包括 有時候 甚至乎 一些systems 是要去改動了 就 很多時候 會是很rigid的systems 譬如說 我們呢 要capture很多environmental data 的東西 那我們呢 就直接是要 做了一個 那個 capture 這些不同的environmental data system 就把它在 不同的power plan 那裡 都是可以 capture到的 那這些呢 就要IT去support 怎樣去modify 那個systems so that 是 ensure capture回來的data 是reliable的 那這些呢 和 他一路 可能他根本 不需要 整個systems 一向 可能只是 IT的 我隨便知道 我每日發電 發了多少度 那就算了 不用理會 都可以的 那這些呢 都是要他們合作 在組織方面 在組織方面 而呢 剛才說 嘩 不斷丟一些information 給你 真是浸死你 也都有一些 是很重複性的 那你變成做的時候 你本report 就很repetitive 很多地方 而我們呢 就是怎樣去篩選 選一些重要的 那有些呢 就是很散的 或者是很片面的 不得全面 那你就要經常回去 那你就要問他 我看到你說這件事 可能 咦 你是不是應該還要 告訴我 還有其他 什麼影響這件事 要一個 是比較 叫他們 strategic focus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 他們是專家 來的嘛 就用他們的technical jargon 那些engineers 你怎樣 把它變成 一些plain language 別人呢 才會明白 要不然 你report的內容 是多好 都好 別人看不明白 你說什麼呢 都是浪費的 那很多時候呢 也有些同事呢 就會是 給一些很長的 嘩 叫他們說一個 一件事 譬如我們 list the item 麻煩你 cover 一些什麼 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 有些呢 就不是 嘩 很有創意 畫了一個chart回來 你看都不明白 他是說什麼的 哈哈 可能火星人才會明白的 所以這些呢 你就要跟他們 溝通 大家可以 發展一些 比較容易明白的 illustration 還有一些challenge 就是resources 那方面 是可以幾costly的 因為你剛才聽到 我都說 Mobilize的人力 物力 都是相當的 那你怎樣去 stry a balance 就是一個optimized 那個allocation 你的resources 的allocation 那有些人呢 就會覺得 很浪費 你很浪費 你很浪費 不用做到這麼好的 那你會令到他們明白 這個呢 是有帶到一個長遠的利益的 那這個也是要花一些功夫的 最主要呢 就是那些人 除了那 剛才我們說到 system要改 就是那些人 他們的能力 可以做到 所以可能 就是因為你要這樣 去approach 因為影響到你整個 business model 他們是需要一些development 和一些training 令到他們呢 是可以配合這個工作的 最後一group的challenge 其實我只是list一堆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challenges 你可以是不同的 就是在disclosure那方面 我們通常遇到的問題 就會覺得 有些同事 我譬如問他 你說給我聽 這件事 我寫了 嘩 不行 我們說了出去的時候 可能被人知道 我們的competitive advantage 沒有了 或者是覺得 這些是commercially sensitive 我們不可以說的 這樣 而這件事呢 我們就是需要 strike a balance 究竟呢 哪些東西呢 是可 應該 是 說得 是 satisfy 不同的stakeholders 的information needs 而哪些呢 就是你盡量 當然要避免 是一些 太早去discourse 一些 premature 的 inside information 那你要自己呢 有一個knowledge 去strike一個balance 另外呢 就是有些呢 就害怕了 因爲呢 你integrated reporting 經常要emphasize 我要future orientation 不是只是 說回我過往一年的事情 那時候呢 future orientation 就分分鐘 有很多forward looking 的statements 就害怕了 有liability 那這個呢 你就要 就是 也都要小心 來到去看 究竟 是 說那樣東西呢 背後你一定要有些supporting 是 make sure 你當時 make這個judgment 是 是 對的 就是在這個moment 你make這個judgment 說未來是這樣 是有 根據的 那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issue呢 是不是說個別公司可以解決的 可能regulators呢 是可以幫忙 就是譬如呢 如果他要encourage 比如說stock exchange 他現在encourage ESG reporting 可能明年呢 就會大部分 變成compliant 我explain的了 那時候呢 他就應該呢 是同時去想一下 我應該可能加多些safe harbors 令到可以呢 那些公司呢 作出這個披露的時候呢 會放心些 我不會是 有這個之後 怕著被別人告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這些呢 是可以幫到手的 那regulators呢 是有個工作要去做的 另外呢 就是 Disclosure呢 就是Quality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現在始終呢 都未是 Up to 就是一個 In part with 這個 Financial Information 的Disclosure Standard Financial Information 是subject to Auditing Standard Accounting Standard 很清晰 當然是這樣的 Quality 但是Non-Financial 現在呢 哇 全世界大家都在這裏 Work著 GRI有一套 現在 ESG Reporting Guide 有一套 EU又是整個 Directive出來說這件事 現在 New Company's Audiences 又是 Business Review 又有一堆東西 滿天飛 而呢 怎樣去standardize 這個Quality 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呢 未曾有一套 統一的 是Universally Accept的 一個standard 大家都在這裏 那也都呢 不需要 Audit的 沒有明文規定 你一定要Audit的 雖然呢 我們CLP 那些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我們是有assurance的 而且是做得很detail的 譬如我們的environmental data 在我們不同的pound station facility level那裏呢 就有他們自己 給這些data 我們呢 全部都有external third party verify過 就是說 他說他 比如印度 這個Jada的電廠 他emit了什麼呢 他是當地有external verify過才給我們 然後在group level 我們就 所有這些group data consolidated出來 譬如說 所有臨時的emission 整個group是多少 這些data呢 我們就找ERM 幫我們assure verify 然後呢 我們再放在 Annual Report裏面的 所謂material些的 environmental data 或者social data 我們就找PWC 除了它是audit financial data之外 它要audit 一個limited assurance on non-financial 那些material information 我們有三重的verification 當然呢 你是看你自己公司 不同的你的resources 可以做到多少 也都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 就是說呢 這個是一個challenge 因為呢 因為呢 是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的quality 是很參差 是不需要audit 所以呢 是我們需要呢 是 更加要encourage 如果有verification 和assurance 這件事情 的話呢 就可以統一一下 那個standard 那 說了那麼久了 哇 做那麼多事情 又花那麼多錢 究竟有沒有著數 有什麼價值呢 那麼我們發覺呢 就是對於CLP來說呢 是有價值的 在我們的investors來說 也是有價值的 那麼首先呢 就是在CLP來說呢 我們用這個approach 就令到我們每一個單位的同事呢 那個mind呢 那個integrated thinking 是encourage他們呢 去想一下 怎樣做事 是能夠呢 是contribute 究竟這間公司呢 知不知道是可以長遠地 持續發展 那麼這個是一個好處來的 他們做的事呢 比較是strategic focus 那麼也都是 在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的disclosure呢 我們呢 那個quality 是好了很多 因為以前呢 我們沒有用這樣的approach的時候呢 是比較鬆散一些 那 而 還有呢 就是那些customer employee的反應呢 都是很好的 就是 尤其是呢 我們也都因為 做了那麼多這些事情呢 令到我們的reputation 是不斷上升的話呢 是可以吸引到 你知道好的innet 是很limited的 那麼是很多 好的innet 是很想 是為入clp的博力做的 還有一樣呢 比較financial的 就是我們的dnlo 這個innet 過往幾年呢 是一直在一個很constant的level 還有呢 就不單止不加個保費 還可以呢 是有很多其他的enhancement 的extension 是加了下去 那麼這個呢 都是反應呢 就是你做了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你是得到那個成效呢 那是其他的intangible benefits 你是看到的 對investors來說呢 他們呢 他們呢 覺得呢 你用這樣的approach呢 那些資料是全面很多的時候呢 他對你的信心是大很多 而就可以呢 是會覺得是有信心繼續投資在你那裡啦 那還有呢 他覺得這個 亦都可以能夠整體的提高那個 的transparency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聽到 我們investors的feedback回來的 那至於我們的stakeholders呢 是怎樣response呢 那我們拿了很多獎 那這個不說了 那 那 我想差不多最後這個section 就是怎樣開始了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 都很想就是 想一下 是究竟應該是 就是怎樣開始去做integrative reporting 首先呢 我會suggest呢 你去想 闊一些 關於你自己的business的 怎樣闊發呢 你想一下你自己的business有什麼特色啦 那你的business那些value driver 是些什麼東西來啦 哪一些是你的key stakeholders啦 還有他們呢 是想知道些什麼東西 所以呢 其實做之前呢 是有很多stakeholder engagement的 那你才可以identify到 究竟呢 你需要多說些 哪一方面的東西 那然後呢 你想了出來之後呢 你定了這個strategy 各方面的東西 那個approach呢 就去呢 一定要拿board and senior management的support 因為呢 這個一定是top-down approach的了 你有了上面的support呢 下面呢 就聽話呢 就改變他的mindset 改變他的做事方法 配合你來去capture這些data 然後呢 然後呢 得到他們的support呢 就是agree一個blog-based的disclosure 那我主要呢 會說什麼的什麼area 然後呢 你就定了那個framework of reporting 出來呢 就再呢 你就這樣很抽象的 因為老實說 今晚說了那麼久呢 都很抽象 可能呢 未必各個同學 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自己講講講講 都覺得 有一點點上了太空的了 那你develop the framework之餘呢 一定要有些guidlines的 來到去幫那些business units 去明白你 究竟想要些什麼東西 也都是可以呢 是爭取他們的acceptance 是配合你的工作 跟著呢 你要了解呢 究竟他 要他做的事呢 可能他做不到的 一定要有些information systems 是來到幫他的 那你就要跟IT部門呢 要配合來幫他呢 來到去幫你capture 那些的material 的relevant information 然後呢 就不斷呢 不是說做完這個就算了 就要不斷地跟他們溝通呢 make sure 他們是on the right track 因為呢 你跟他說完之後呢 他可能呢 因為我們要capture data capture整年的嘛 那你變成你可能 今年我跟你說 那你從明年一月開始 你要這樣capture這些了 那我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可能就亂了 那你又要回去呢 又要跟他繼續溝通 那你呢 譬如三月的時候 你capture成怎樣 有些什麼adjustment 諸如此類 那這樣呢 就make sure 他們on the right track 那所有這些呢 都其實呢 都要是overall 要有一個全面的想清楚 你才開始去做的 那最後一張slide 那最後一張slide 就是我們呢 就經過一個很有長的旅程 112年 從1902年的111頁呢 到現在呢 是有262頁 那而我們最主要的呢 都是用一個本著一個principle呢 就是一個開城報公的principle 我們是很emphasize 我們的透明度要很高的 無論在financial 或者nonfinancial的information那方面 那而我們發覺做的時候呢 雖然呢 跟我們以往的principle是沒有變 那我們覺得這個framework呢 IR framework呢 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來的 可以幫到呢 我們是更加容易解釋呢 我們公司呢 是怎樣是 為我們的股東啊 我們的投資者啊 其他的stakeholders呢 創優增值 無論在這個短期啊 中期啊長期的各方面呢 是可以呢 對他們帶來被益的 我多謝各位 這麼pay attention 那也都希望你們給我們一些意見 可以令到我們呢 是未來的一年做得更加好 多謝你們